说怎么不这回事呢 其实豪门是什么 就是我们讲的世家 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来说 起码你得附上个三辈四辈五辈 这才能叫世家 而你就这么一辈两辈 那从其量算爆发户 爆发户的孩子 也就是顽固子弟 起码到现在为止 我们说汪小飞个人有多大的建树 跟那些企业家能比吗 比不了 那么中国有句传统老话 叫富不过三代 什么意思呢 头一辈打江山 那个过去啊 第一辈他有孩子 往往他十来岁结婚了 儿子跟他之间呢 差不多二岁 所以他讲江山的时候 把第二代把儿子在身边 儿子也受到锻炼了 可是到孙子那辈不行了 孙子那辈长大的时候 家里头这个条件已经很好了 所以第三辈容易败家 他没见过创业 直接就享受幸福生活了 所以过去富不过三代 是指到第三辈容易败家 没经历过闯天下 而第二辈跟第一辈 有的时候是捆绑在一块的 我们眼下看 张岚 汪小飞 这娘俩还够不成为好本 所以大S充其量是找过大款 嫁了个富二代 而且他们那场婚礼 说花了好多钱 其实那干嘛 那是炒作的 大S为了能在大陆地区 拓展演艺事业 汪小飞他们娘俩为了撬江南 能上市这些事情 你等搜狐那张超阳干嘛 为了炒搜狐微博 所以他们对不顾唐 那说白了就呼啰啥呢 所以大S 所谓的嫁给汪小飞 根本谈不上嫁入豪门 那豪门是什么 咱们看港台这些地方啊 像赌王何鸿燊他们家 像霍英东他们家 像李嘉诚他们家 这可以说一个是本身不可敌估 在亚洲地区那都是排前面的 第二个人家传了好几倍 而且呢 下一部起码有人立住这个幕 你等咱们看李嘉诚 往下看 无论是李泽聚李泽凯 哪个都能立住门户 你等霍英东家霍振廷 你看在香港的地位 得是有所作为 你才能形成豪门 上一辈很有作为 下一辈就败家 那根本就不算什么豪门 所以按照这个标准来看 我们说嫁入豪门的 大家就很清楚 都是哪一些人 我们看有很多女明星 但是以往我们就认为啊 说这女明星 嫁入豪门的多 你看香港那些港姐啊什么的 不少都是嫁给这个 有钱人家了 进入豪门了 那么这几年呢 这些女明星出现了 一拨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咱们对手 体坛明星 我说这体坛明星 大家都明白 奥用冠军里头 什么郭晶晶啊 你看 要跟霍启刚结婚 这算嫁入豪门 以前的他师姐 傅明侠 跟香港财神爷 梁锦松结婚 还有的这个网后 你看什么张一宁 跟王楠呢 都找了很有钱的 不算香港呢 大陆这边 就算已经很有钱了 他们的老公 那么这些体坛明星 和这个文艺界的明星 其实恐怕从今后长期时间来看 这里边 长得说的过去的这个女人呢 恐怕再嫁入豪门上 会存在这些PK的现象 其实呢 严格意义上讲 体坛的女明星 那长得没有人家文艺圈女明星 漂亮 因为咱们对体坛的 这个体育那么好 得奥运冠军呢 对这些女人 咱们往往是宽容态度 其实你严格意义上说 你说郭建静算美女吗 你跟那些港铁比赛能算得上吗 可是呢 她在她的领域 你比方说一登上跳水台 头发一水 得了冠军 往上一走 你看万种风情 为什么 我们认可她这能的 其实你要看论长相 这个体坛女明星 她不如这文艺界的 可是问题 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看 这些豪门呢 倒喜欢体育界的呢 这里边就是因为豪门的取向 不仅仅是漂亮 它什么取向 比方说 它对于你出身和文化程度 对于你的地位各方面 豪门都是有苛求的 我们看女明星身上 有一些弱点 什么弱点 比方说你像张柏芝这样的 像什么阿娇 阿萨这样的 她出身的都不太高 家里头挺困的 有的都 所以比着他们小的时候 就得出了挣钱来 跟英皇签约 跟哪 走一人这条道 而往往这个女明星 有的时候 她读过的书并不是很多 所以有时候言谈举举 不见得符合豪门的这种规矩 那么这样的事是非常多 你比方说贾靖文 咱们都知道 两个以贪通语记里的照片挺漂亮 可是嫁给了富豪老孙家 他老婆不去挑他 这丫头文化也不高 而且关键 娱乐圈的人绯闻多 今天跟这个 明天跟那个 很多豪门很腻味这事 因为你进入娱乐圈之后 容易败坏门缝 那贾靖文怀孕了 他婆婆还得调查呢 赶紧验一爹 是不是我儿子的孩子 这一点来讲 体坛里头就干净多了 相对 他天天忙去练 他哪有那工程接触那么些男人去 他不像娱乐圈里头 本身来讲 娱乐混杂 什么事都有 所以好多这豪门呢 对于文艺圈上的这女明星 本能的不信任 所以一些这个文艺圈的女明星呢 想真正的进入豪门呢 往往都要经过这个考验 有的呢 经过不了 或者自个受不了 中间就下去了 你比方说名气极大的 邓立军 邓立军当年呢 差点嫁给咱们现在看 各地的香格里拉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那文艺圈是可以称得上豪门 眼看邓立军都要跟人家而结婚了 他老婆说 约法三条 第一个你得马上退出娱乐圈 别再当什么歌星太后玩 第二个在家相互教育 自好好玩这个 那个邓立军当时也想了 我呀退出娱乐圈 好好过日子 可是邓立军人是个万 他有自尊心 时间趁一琢磨 这话要说也得我说 你跟老太太凭什么说这个 所以他一向 这婚姻还没成了 这说明什么 豪门对你这个文艺圈上的人 是有个基本要求的 那么这种要求 我们看对体摊明星来讲 好多体摊明星 你看说出身也可能很贫寒 可是他成了明星 奥运冠军 我们说香港人有这奥运情节 你看为什么老货家最后 货起刚相中郭晶晶 货门上下都说 哎呀 这个郭晶晶好啊 为啥 奥运冠军那是英雄啊 我们看豪门有的时候 嫁女 则家序 娶妻求恕女 因为你的社会地位高 所以从奥运冠军的角度来讲呢 跟豪门的名声地位恰恰相匹配 可以说是锦上添花 所以说很多豪门的婚姻呢 他并不是说 突袭你如何漂亮 如何什么 当然你长得好看的也是一个基本条件 最主要一点的还要看门当户对 那么奥运冠军恰恰跟豪门之间 在名气地位上形成一种军事 他不像文艺界女明星 咱们过去传统认识 这些人再怎么有名 那是戏子 说白了一人 他在香港社会的地位并不是有多么至高无上 后来是有钱了 名气大了 粉丝多了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说从体贪明星和文艺明星在名气地位上相匹配的话 可能很多香港澳门的豪门愿意选择体育明星 再另外一点我们不能忽视 就是你看豪门选择一个儿媳妇进的门来 很主要一点在于什么 这个老天爷有时候对人挺公平 你比方说你这特有钱的家庭 千篇才其人不起 什么意思 有钱是有钱 人盯不忘 生不出孩子来 你等到那穷人家可得好 淒里哗啦一个字生 但是 那么豪门有时候选择儿媳妇进门 很看重什么呢 你能不能生呀 有没有子思 尤其能不能生儿子 好多数都传出这样的事 你看那个何鸿选 澳门这个赌王他们家里头 那就是娶了四门 四位太太 哪个太太要能生儿子 哪个太太就得宠 这个前不久就是 香港那个衡极地产业 大老板也是这个老李家杰 他的大儿子李家杰 一看自个弟弟呢 有那么俩女儿 娶了当时一个很有名的女模特 但没生出儿子了 他这哥哥着急了 怕在家产继承上吃龟 怎么办呢 找代孕妈妈 说白了也不是我老爸 借他肚子怀孕 给我生儿子 结果生了好几个儿子 你看这是为啥 为得抢个家产 所以从这点来讲 能不能生儿子 对豪门来说很重要 其实这个思想 稍微显得封建点 咱们过去只是那皇后不生儿子 可能都当不成 其实豪门把这种 相对来说 不是太先进进步的东西 和文明的东西给继承去 那没办法 人家有钱 自己家的 我想怎么办怎么办 我说着算 所以从这点来说 生子私非常关键 那么这两方面 也比文艺明星更不行 为啥呢 文艺明星好多身体都不好的 你天天喝酒啊 抽着烟啊 逛夜店呢 有的为了减肥 都疯狂的勒着自己 身体不行 可是体贪明星 怎么叫体贪明星 身体素质好 很健康 你看福明翔 嫁给梁景松之后 尖二年才生孩子 身体素质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很多的豪门喜欢体贫明星 那是有道理的 包括香港 澳门 台湾 有专门算命的 专门给人看 谁是旺夫 我怎么的 你想嫁入豪门 拿着八字面相反 这些乱七八字事 多了去了 所以说 您听我说完就知道 所谓嫁入豪门 那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 可是不容易是不容易 好多这个女明星 那简直前夫后继的往里挤 为什么呢 女明星她也吃青春饭的 你看挣了些钱 真要是保持原先那种花销的话 等这个青春不在的时候 再想挣钱男来 她不见得后半辈子有依靠 很多很靓丽的美人 那要没有这锦衣师工 这恐怕青春容颜也难以延续 所以他们都愿意往豪门里边挤 想嫁进豪门 我想这也是人之常情 但是嫁入豪门 我刚才说 远远没那么容易 包括你的礼仪 你的资荣 这都方方面面 而且你进了豪门以后 你要守人家的规矩 你明星的时候 你总在万千宠爱之下 愿意抛头露面 进了豪门 人家让不让你这样 这都难说的 而且绝大多数豪门 希望资格的 而媳妇低调点 不要那么张扬 不要跟那圈子里人乱混 那对于已经混习惯了的 文艺圈人 能不能守了这规矩 这还是一回事 所以说这个嫁入豪门 本身来说 挺困难一件事 说那么些女明星进去 也有特殊物件 你比方说范冰冰 人家自个做大了 那些女明星 嫁入豪门 你想嫁入哪家 对于嫁入豪门 我从来没有想过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豪门 怎样 就是嫁给我 对 范冰冰人家一年收入 那是六七千万 七八千万 自己觉得自个能成事 所以瞧不上这个 我还嫁入什么豪门 所以媒体圈有不少人管 范冰冰叫范爷 意思是 虽然是金国 不让须眉 人家自个 有这个勇气 我就是豪门 所以你看这里头 女明星里边也有不一样 但是绝大多数女明星 为了嫁入豪门 是前夫后继 下了很大功夫 你比方说 有这香港第一门之称的李嘉欣 当年的港姐冠军 李嘉欣为了嫁入豪门 就费了很大劲 但总算在四十岁之前 把自己嫁进去了 嫁给香港的全王 四家 这个人叫史静恒 他爷爷叫徐爱宗 原先香港的全王 这几辈下来 好几百亿港币的资产 很有钱 这个许静恒 能力不大 也没有把家族的事业 很好的继承 可是先天是个情种 很浪漫 你说凡好的说情种 坏的说花心 许静恒当年追求刘家磷的时候 不管刘家磷跟梁朝伟好没好 我就喜欢刘家磷 他把刘家磷感动了 怎么感动 有钱吗 穿一身 很漂亮的西装 档次很高 刘家磷车坏了 给刘家磷下着换轮胎 你想换轮胎 又这油 这有机油什么的 最后弄在衣服上 简直脏的不想让 刘家磷一看 你看这个 这么有钱人 为了我 俩人还传出过绯闻 李嘉欣后来很成功的 PK掉了许静恒身边的女人 还包括关志林 当年跟关志林他们还竞争过 最后加入了好家 要把这双家磷容 放到一遍